女孩摘掉奇怪的头套 既然露出第三只眼睛 男友吓得大吃一惊 安娜以为男友把她当成了怪物 伤心的不知如何解释 这时男友一把把她搂入怀里 女孩瞬间被感动 三只眼睛全都哗哗的流泪 男友觉得女孩是个实在人 想要快点结婚 女孩开心坏了 激动的越哭越厉害 而她不知道的是 男友的脖子上还有另一张嘴 正咔嚓的吃着饼干 安娜听到动静 起身问男友 男友并没有解释 只是把女孩紧紧搂住 随后美滋滋的吃起了饼干 如果你有两张嘴的男友 会选择跟她结婚吗 其实男友是个吃货 经常偷吃 就在这时 安娜突然进来查稿 她急忙把饼干 放进脖子上的嘴里 那你说女孩会发现她的秘密吗 画面一转 一个女孩把饼干放在书上 转身的功夫 饼干就消失不见了 她认为是同学拿的 可手里却没有 女孩就让她伸出舌头 下一秒 舌头竟被扯出来99.99米 女孩足足拽了3.14个小时 才露出了饼干 那么问题来了 女孩是怎么知道 饼干被她藏在舌头里呢 这个可乐不是一般人 男人为了打开它 用激光剑劈下去也无际于事 随后使用魔法 竟然也只是挪动了半步 用铁扇公主的琵琶砸 却给桌子直接干报废 可乐咋地没咋地 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 电锯都伤不到她一根头发 用800米的砍刀劈去 砍刀直接嗝劈 气得男人向砖前愣去 竟把墙都下出了洞 原来男人只想喝瓶可乐 可拿过来发现 上面写着怎样都打不开 男人没当回事 用起子开瓶杆 可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哭吃竟把开瓶器干完了 正好以为起子质量有问题 然后从抽屉里 找出一个新的开瓶器 谁知这次更过分 开瓶器都白断了 梦圈的成好更加梦圈 随后再次尝试 我的妈呀 脸蛋子憋通红 瓶杆还是没打开 只好不信邪 把可乐放在桌子上 结果哭吃一下 幸运的桌子一分为二 只好认为这绝对不科学 从工具箱里找出螺丝刀 他认为这把肯定没问题 可结果螺丝刀从中间折断 只能再拿来锤子 结果锤子爆肺 可乐依旧完好无损 只好怒了 开着五菱红光 直接碾压了过去 让他没想到的是 可乐没啥事 车轱落到着火了 看来他可以防物理伤害 没办法成好使出超强魔法 却也只是稍微移动一下 这可撒症 为了喝口可乐 他也是拼了 结果差点把家撒烂 可乐依然稳如老狗 这回陈好彻底放弃了 当他转身离开时 可乐却自己打开了瓶杆 我的妈呀 男人开心的像个男人 直接咕咚咕咚的糟了起来 那么问题来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理 可乐会自己开瓶杆呢 欢迎小伙伴在评论期里留言 女孩咔巴扯掉胳膊 露出一瓶冰冻饮料 原来他并不是人类 母亲也是个怪物 他摘下脑袋 竟然也藏着一瓶饮料 这也太吓人了 男孩的后背 也诡异的长出杯子 就在遥远的五分钟前 男孩伤心的回到家 因为同学嘲笑他是个怪物 母亲说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 可男孩扔下书包 脱掉九块九的衬衫 哭吃趴在桌子上 我的妈呀 他的后背竟然长着杯子 母亲接儿子如此伤心 知道事情瞒不住了 只能说出了家族的秘密 随后扯下五十年没洗的围巾 脖子上露出可怕的伤疤 男孩一脸的惊讶 女人咔嚓一下 拿掉上面十斤中的脑袋 母亲竟然是个可乐怪 把杯子放入冰块 热得男孩直哆嗦 随后拧开瓶嘴 看着儿子后背的杯子 穿一下刀了进去 从没见过这么诡异的家庭 注意看姐姐的手臂 他咔巴一拧 哭着一下拿开右手 里面竟然是一瓶饮料 然而更诡异的是 哥哥竟然也不是人 他拿下墨镜 露出黑洞洞的眼睛 同伴的眼睛 眼睛也不是眼睛 就在女孩蒙圈时 哥哥走到杯子前 双手轻轻一挤 瞬间掉出十克拉的大冰块 再摸着瞎呼 拔出妹妹的饮料 全都倒进杯子里 今日开心的喝了起来 那么问题来了 眼睛里的冰块用完了 以后还能长出来吗 有知道的朋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她是我男友的女朋友 那两米多长的翅膀 很是辣风 哦吼 见她缓缓走来 男友还是强装微笑的 站了起来 晚餐过后 突然有一股胡巴味 网上一看 我的个乖乖 每天起床毛毛雕的哪哪都是 就连出外野餐 女友递来的肉夹馍 都要细嚼满烟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被羽毛死牙 面对可爱的女友 男友还能说什么呢 那么这天使一般的女友 哥哪来的呢 就在一天前 天上掉下来个什么玩意 路人都懵了 以为是个馅饼呢 我的个乖乖 既然是长着翅膀的白衣天使 紧接着扳的一下 又掉下来一个 同样是长翅膀带光环的天使 天使抖了抖羽毛 看得帅哥说都不会话了 接着大批天使叼了下来 哥哥腹白貌美大长腿 瞬间治好了盲人 此为只应天上有 为何坠落在人间 原来他们共同的目标 是我的男友 只因男友太帅得罪了天神 所以派七个小姨子折磨他 看大姨子那架势就不好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外表太帅不是什么好事 内在美才是真的美 感谢关注蛋胆 下期见拜拜 帅哥手臂突然穿出个加特林 男人吓得哑马带住了 不仅如此还自动开启设计模式 喷出来的居然是去年的小米粥 更诡异的是 脑袋瓜子竟然闹离婚 他缓缓走到镜子前 我弟个亲娘啊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就在一边的泰迪也不认识的主人 帅哥看着眼前犹如怪物的自己 也是张二和尚摸不着脚趾 就在这时听见母老虎的声音 吓得一个机灵 手臂变回了肌肉的状态 还好在美女进门的一瞬间 恢复了原本帅气的样子 因为会变身 所以叫老帅 这天他看见地上的烤乳哥 本想加点辣椒面 可是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随着他紧握了双手 鸽子逐渐恢复到满血模式 男人真的是又惊又喜 这不成了神医喜来乐 此时他的顺风耳听到有人求救 老帅赶到医院 经过CPU扫描 判断还有一口气 他不太确定的拿出双手 用刚才救鸽子的方法试了下 只用了9.99秒 昏迷20年的孩子竟然活了过来 那么这超能力格哪来的呢 就在昨天晚上 突然陨石坠落 同时被砸中的还有另一个少年 他会变成什么样呢 人类变身机器人或是什么样 不仅仅是手臂外挂加特林 就连后背也长出了钢铁机甲 CPU高速旋转 急助外翻又多出两枚火箭炮 那么这玩意儿能干嘛使 同时发射出20枚炮弹 在男人的指挥下 炸了百货大龙 随着炮弹不断的降落 某国城市被炸得有皮无毛 这都不算啥 还能隔空打个飞机 延伸一瞟 精准定位汽车的发动机 右手再一回 一辆小汽车开了出来 直接撞了对面的别摸我 胳膊一比划 橙色的吉普好像中邪了一样 咣当一下就亲上了 手头有点紧不要紧 对着屏幕一扒了 轻松一个亿的零花钱就有了 他取出money随手送给闺蜜 可是闺蜜却不要 这天小帅看见 别人家其乐融融 想到父亲有了新的老婆孩子 内心特别孤单的他 竟然杀了人 就在他承诺给相依为命的母亲 带来幸福时 便宜波波勒却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小帅见状撒腿就跑 可几个小卡拉米哪里是他的对手 变身机器铠甲 躲到了娜娜家 而母亲却被记者围堵 最终受不了键盘侠的压力在家自杀 小帅伤心欲绝 他顺着网线 找到了泄露母亲地址的肥仔 悲痛的小帅举起手 这仅仅是个开始 参与评论的键盘侠都因应领了合饭 很快啵啵勒就查到娜娜这里 他们不管好人坏人还是老人 疯狂地射击 小帅紧紧护住女人 任无可忍地发起反击 躺枪的奶奶 以及身下的娜娜 都没有了呼吸 失去两个女人的小帅彻底黑化 更多无辜的民众应声倒地 两个大妈还在看热闹 接着下一秒 现场乱成了一锅八宝粥 可杀戮还在疯狂地进行 他要杀光一万两千万岛国人 不仅隔着屏幕 就连接电话也能嗝屁 人们吓得把九块九的手机都扔了 随后小帅变换出机械战甲 发射出的炮弹直射百花大楼 这时老帅出现 因为小帅已经是机器人 子弹根本没用 他愤怒地变换出机甲 老帅在空中疯狂地逃 小帅紧追不舍 发射出的炮弹像长了眼睛一样 全都没打着 随后小帅使出加特林 老帅纵神一跃 飞上了万米高的外太坑 被小帅拆住脖子 眼看就要凉凉 谁知小帅射出来的竟然是凉外开 原来能量水被掉了包 小帅燃料不足 CPU无法正常运转 老帅趁机发出致命一炮 小帅被炸成了一朵蘑菇云 就在帅哥刚救完亲姑娘 突然一群被打飞 妍然小帅并没有凉凉 他拎起女孩 扔下八百米高楼 老帅救女心切 此时CPU高速旋转 战斗力爆表 搜了一下飞上小帅 就在两人最绝的那一刻 小帅的铁壁竟然都被怼得稀巴烂 老帅直接穿过男人机器梭的身体 就在女孩掉下的那一刻 男人用身体护住了他 最后一家人过上幸福生活 一样的超能力 有人化作天使就死扶伤 有人化作恶魔肆意杀戮 如果是你有这样的超能力 会用来干嘛呢 感谢观众蛋胆 下次见拜拜 你绝对猜不到 小伙儿脸上有几根中指 因为没等你数完 他悄悄脑壳 又伸出无敌小圈圈 不知道这个样子你觉得帅不帅 反正我觉得天下第一 他的脸像橡皮泥一样 可以随便的拉伸 这样的表情你能做出来吗 这都不算啥 还能长出白眉大侠的胡子 不想要了只需一拉 那么香蕉脸有什么好处呢 即使你生气了 脑袋大得像个气球 意外的被女友戳破 也能瞬间长出来 有点小暴力的女友把你鼻子 任性的拧成108个卷的新疆大麻花 小手那么一松 再把优耳伸出来一米来长 包在脸上 终于要轻轻 摔个一个喷嚏 女友的鼻子就搭拉的老长 不过还蛮可爱的 男孩调皮的往下拉 竟然变成了大象的顺风耳 所以有了这样的脸 再也不用买玩具了